帕利托法则有称二八定律 认为通常百分之二十的原因会产生大约百分之八十的结果 其余的原因决定了剩下的结果 换句话说 在自我管理或提升中 百分之二十的努力往往能带来百分之八十的成果 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尔弗雷多·帕利托最早提出了这个原则 他首先注意到 他花园里的百分之二十的豌豆匣 产出了百分之八十的豌豆 后来他发现意大利百分之八十的土地 掌握在百分之二十的人手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 二八定律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经验法则 帮助我们理解复杂的分布现象 集中精力于关键事项 并帮我们排除优先级 例如很多企业主发现百分之八十的收入 通常来自于百分之二十的客户 因此他们会特别重视这些核心客户 建筑工程师如果发现百分之二十的隐患 导致了百分之八十的事故 他们会采取措施着重处理这些风险 软件工程师则知道 修复百分之二十最常见的错误 可以消除百分之八十的问题 因此他们会优先处理这些关键问题 而剩下的百分之八十则留到以后再处理 虽然二八定律很有用 但帕利托本人也曾警告 不要过度依赖这个原则 他说人们往往跟随自己的情感和利益形式 但他们却喜欢认为自己是在遵循理性 因此他们总能找到一些理论 来合理化他们的行为 如果这个理论被科学地推翻 唯一的结果就是 另一个理论会取而代之 并且同样是为了为这些行为背书 你怎么看待二八定律 你觉得它可以应用在哪些地方 又有哪些领域需要更深入地分析 才能彻底理解问题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 但别忘了 百分之二十的评论 可能会占据百分之八十的讨论内容 如果您觉得本期视频对您有帮助 请观看我们其他的视频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如果您想支持我们的工作 请登陆patreon.com Spros加入我们 想要了解更多信息和获取更多内容 请访问sproscourse.com